医生小师妹为了立了于众人认设 当剧组来医院拍戏时 为了更好的拍摄效果 他热心的一脚踢开手术室的门 进手术室拍吧 现场是最真实的 而正在做手术的我 被吓得手抖了下 导致手术失败 病人当场大出血离世 事后 他扑进师兄怀里哭哭啼啼 嗯 人家就是好心帮忙了 不是人家的错吧 我背上了医疗事故 同事们却只围着他安慰 你是好心 是他自己医术不经 赖不到你头上的 我怒不可恶 这是医院 不是影棚 我手术的时候你踢门闯进来 你安的是什么心 他羞愧难当 哭闹着要自杀赔罪 师兄为了保护他 删掉了他踢门的监控 接受采访时说我医术不经 我被医院开除 被整个医术圈唾弃 被患者家属报复致死 重生后 我回到了小师妹踢门的那一天 家属哭小点声 别嚎丧了 你们吵到剧组开戏了 像前世一样 小师妹齐亚碰的一脚 踢开手术室的门 幸好这次我早有准备 我握稳手里的刀 干脆利落的 切掉病人的癌变部位 小心避开了大血管 我有条不紊的 安排大家继续手术 从切除到止血 从缝合到善后 我身上的手术服都是血 像是刚从血海里爬出来的 但面色却依旧平静 大家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震惊 门被撞开时 一个护士手里的止血钱 都惊得掉了 谁也没想到 我这个主刀医生 连手都没抖一下 术后 我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齐亚便冲上来指责我 师姐 你浑身是血海入境 剧组这一条又白费了 他们租一天设备要五万块呢 师姐你能不能为别人考虑下 我没回答 等到完成手术后 我仰手甩了他重重一巴掌 啪 有病去楼上精神科治 别在手术室发疯 他红了眼眶 捂着脸楚楚可怜 呜 师姐 你凭什么打人 他的唾气声 引来了周围同事的目光 而看见有人围过来 齐亚抽气声更大 人家就是体谅剧组辛苦 想帮帮忙 我皱眉 在他另一边脸上 又给了一巴掌 齐亚的脸高高肿起 连哭都忘了 我指着他怒骂 你做医生 不拦着外人胡闹 还带头踹门闯手术室 你是坏还是蠢 齐亚也面哭泣 抽咽着说 我只是好心 师姐要是觉得我有错 我给你道歉就是了 我冷笑 你应该给差点 被你害死的患者道歉 我最烦他这种 做错了事 还楚楚可怜的样子 但有人喜欢 病人不是没事吗 你至于吗 和我同期的潘昊站出来 替他开脱 潘昊 他要挨的处罚 你能替他吗 要是病人死了 他坐牢你也替他 我打断潘昊的话 瞪了他一眼 这没你说话的份 那有我说话的份吧 唯一行 我们科室资历最深的男医生 也是我的师兄 可我谁的面子都不给 你也闭嘴 你 我脸色一沉 这里是医院 一切以病人的安全 为第一药物 你们不去追究他 踹门床手术室的责任 反而在这里黑白部分 是什么巨星 但凡手术室 我被他吓到 手抖一下 你们还能站在这里 跟我吵架 琪雅是我带的实习生 她的实习评语 我只有一句话 她不配做医生 我会如实写报告 申请院里处分她 此刻我手术医上都是血 脸色阴冷 恐怖的像落鬼 同事们近落寒蝉 都不敢再劝 我走到小师妹面前 辱骂患者家属 还踢手术室的门 病人差点死在你手里 回去把医疗手册 抄一百遍 再写份检查 好好反省 明天去给患者家属道歉 再节外生枝 你就给我脱下白大挂走人 说完 我把手套摔在她脸上 转身就走 等一下 潘昊挡在我面前 护着小师妹 同事一场 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 我目光落在她脸上 指着瑟瑟发抖的小师妹 那她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 不害死人不罢休 小师妹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啪哒啪哒往下掉 既然师姐要罚我 我认错就是了 师姐骂我吧 别牵连其他人 她吸了吸鼻子 又说 只是师姐能不能高抬贵手 被处分 我就拿到贵配证了 同事们心疼了 纷纷帮她说话 干嘛非要斤斤计较 秦亚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 你别是嫉妒秦亚漂亮 公报私仇吧 他们一贯如此 遇到是 不分黑白的维护秦亚 才纵得她为所欲为 不知天高地厚 我打断她们的话 毫历之差 都可能导致病人死在手术台上 我斤斤计较 是对病人负责 对我身上的白大挂负责 况且 她做出踹手术室门这种事 开除都不为过 写检查已经很便宜她了 自己犯蠢 又不想承担责任 又当又利 她是幼儿园没毕业吗 然后没什么耐心的警告秦亚 去写检查 我下一台手术做完 你要是还在哭闹 后果自负 说完 我转身离开 下一台手术 持续了十几个小时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结束 术后 我已经筋疲力尽 小师妹带着一群人 等在手术室门口 我刚出来 她扑通一声 跪在我面前 师姐 我真的没有恶意 病人不是也没事了吗 就算是我的错吧 我已经深刻反省自己了 别处分我了 她总是这样 捅了篓子 就哭哭啼啼的卖惨 装可怜逃避责任 但我可不惯着她 你不用跪我 你应该去归患者家属 知道错了 就应该受到惩罚 我绕过她回了办公室 一整宿的手术 我只觉得脚不虚幅 眼前发黑 刚换完衣服 我还没来得及休息 有护士急忙跑过来 出示了方医生 你上热搜了 我眼皮跳了跳 猛地想到小师妹下跪的情景 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热搜 你看这个 实习医生被霸凌 被迫向前辈下跪 护士焦急地把手机递给我 上面正是秦亚向我下跪的视频 浏览量已经近百万 记者去采访秦亚时 刚好撞到她吞安眠药自杀 还留了封遗书 说只要能凭西方师姐的弄意 她愿意去死 真不想活了的人 会在镜头前哭哭啼啼地洗白自己 我把视频下载到手机上 保存证据 真是好演技 他可比那些小鲜肉的演技好多了 护士说 方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要不先出去躲躲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撞开 主任黑着脸走了进来 一副要心事问罪的模样 明显是有备而来 方子晴 让你带师妹实习 你不好好照顾她 反而搞这场霸凌 又是打人 又是让下跪 你把医院当什么 黑社会吗 看着主任阴沉的脸色 我平静地说道 主任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她吗 她 不等我说完 汤浩却抢在我前面 主任 小师妹自实习以来一直认认真真 忙的时候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睡觉 我劝她睡一会儿 她都不肯善离指手 因为熬夜熬得心脏疼 师妹不小心摔了一脚 撞到了手术室的门 不想被方医生误会 说她干扰手术 主任 方医生把实习生当畜生一样压榨 小师妹实在是太惨了 但实习生的事 我本来不想摆到名列上说 可是 同样的工作量 别的实习生半个小时就能搞定 其他五个小时都做不好 他加班能怪我吗 这时 唯一行也站出来替小师妹说话 主任 师妹是无心之失 方子晴不仅误会她 要处分她 还用规陪证 威胁师妹下跪认错 实在是太过分了 主任用力地拍了桌子 动了大怒 你是说 方子晴要给她下处分 还用规陪证威胁她 唯一行点点头 脸色不善地看着我 是 师妹性子软和 一来顺受 她觉得惹了方子晴 不开心是她的错 突然安眠要自杀 现在发现了及时 要不然 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师妹了 我不知道 唯一行和潘浩 是真剑比不出绿茶 还是就喜欢绿茶 可怜楚楚的样子 所以才助纣为虐 听着他们俩 你一言我一语 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话 我气笑了 手术师门外有监控 谁对谁错 一查便知 用不着拿这么低级的谎言污蔑 啪 主任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打断了我未说完的话 铁正如山 你还狡辩什么 同事们会一起污蔑你吗 琪亚师什么性格 我最清楚了 你还敢威胁她 你有什么资格扣她的归陪证 我身去一颤 脸火辣辣的疼 难以想象 德高望重的主任 居然都不愿意去调查下真相 就直接给我扣了帽子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主任吗 我只觉得心寒 我想继续为自己辩解 主任却转过身去 冷声道 方子情霸凌实习生 滥用职权 没有医德 回家停止反省 什么时候想通了 再来上班 关于方子情生 副主任医师的任命 取消 薪资连降三级 以示惩戒 科室的同事都在门外偷听 这些惩罚简直是起始大辱 一句没有医德 我以后都很难在医疗圈里足 主任 你这是以权压人 我会向院里如实反应 我冲上去拦主任 却被维航和潘浩一左一右的按住 我看下那个不近人情 高高在上的领导 怎么会这样 我刚进医院实习时 主任是带我的恩师 两袖清风 黑白分明 他现在到底怎么了 潘浩死死的按住我的肩膀 别天真了 反应又怎么样 手术室门口的监控 早就被删除得干干净净 你再闹下去 只会让自己更难堪 不 我可以不在意 同事们怎么对我 毕竟只是萍水相逢 可是主任 我会学医 就是因为小时候在电视上 听到他说的那句医者人心 我打心底里崇敬他 他是我心里如屎如妇的一座高山 可现在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主任 对小师妹说 我在这 不会有人欺负你 转转后好好干 过几年你就是院里 最年轻的主任医师了 我看着主任 我看不到一个能力卓越的主任医师 我只看到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扶不上墙的烂泥 在医院 即使是有人脈有关系 业务水平一塌糊涂的蠢人 也坐不稳赴主任医师的位置 我在医院干了整整五年 做了上百台手术所积累的经验与荣誉 绝不是秦亚靠背景靠关系就能取代的 小师妹被我讽刺的脸色涨红 主任也回头看我 留着你 确实是个隐患 唯一行 主任给唯一行使了个眼色 唯一行拿出一份资料 粗暴地抓住我的手指 沾上红红的印泥 往那份资料上按手印 我低头一看 那是奋词之信 按了手印 就表明我承认了霸凌 威胁秦亚 表明我引救辞职 自愿离开医院 小人行径 我会向院里申诉到底的 突然 一道穿着病服的身影出现在门外 兜住手 方医生 是前世被秦亚害死 这也是被我就回来的那个患者 刘琪 术后虚弱 他还坐在轮椅上 却立刻抱住了我 方医生 谢谢你妙手回春 这个手术的成功率不到5% 我还以为我要死在手术台上了 呜呜呜 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心里永满暖流 作为一名医生 最高的荣誉 莫过于患者的一句妙手回春 刘琪捂着刀口 脸色苍白 还仍在千恩乱谢 激动的与无伦次 我忙扶住他 不用客气 任何一位医生 都会救死伏伤的 刘琪愤恨地看向秦亚 别让我妈别耗嗓了 说会耽误剧组拍戏 要不是方医生 我必死无疑 刘琪是有备而来 他摸出平板 一字一句 这里有段视频 你们都说琴雅委屈 说方医生职场霸凌 熟真熟假 现在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整个楼层的医生护士 早都被吸引过来 吃瓜的 看热闹的 此刻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 看向刘琪的平板 那是手术室门口的一段视频 我没想到 站出来替我说话的 不是朝夕相处 小师妹走到手术室门口 不耐烦地让患者家属别耗嗓 又一脚踢开手术室的门 我听到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他脑子有病吧 怎么好意思装无辜 装单纯的 方医生打得好 我也想扇他 他这种人也能进咱们医院 可没过多久 就全是赞叹 啊方医生的手好稳 好镇定 一点都没被踹门惊吓到 不愧是咱们医院的第一把刀 太稳了 就连主任和韦义航 看到小师妹突然踹门时 我镇定自落的模样 都愣了愣 神色复杂的看了我好几眼 议论生理的风向很快就变了 多亏是方医生主刀 这坏的运气真好 我真是醉了 琪雅这种又蠢又茶的人 怎么敢去碰刺方医生的 我要是方医生 不止删他 我还想捅他两刀 还是潘昊听不下去了 说够了没有 你们有什么资格议论别人 闭嘴吧 我笑了笑 语气却是冷的 嘴长在别人身上 你有什么资格让人闭嘴 潘昊咬牙切齿的看着我 方子晴 适可而止 你们往抱我诬陷我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适可而止 你 行了 还嫌不够丢脸吗 主任打断我们二人的争执 先遣散了看热闹的众人 然后免了刘琪的医药费 还给他订了一个月的豪华营养餐 作为补偿 处理完一切 他阴着脸 一言不发的离开了 主任看似两不相帮的态度 却让我的心沉至谷底 琪亚的过错 开除都不为过 主任明显是在包庇 方医生 你别担心 网上的热搜我会帮你澄清的 刘琪边说边把视频考给我一份 还推了他妈妈的联系方式给我 要是再有人骂你 你找我妈妈 让他帮你起诉 我的救命恩人 可不能随便对别人欺负 说完 刘琪意味深长地看向琪亚 敌意和不屑很明显了 琪亚一抽一抽地哭了起来 嗯 我没想到我下跪的视频会被传到网上 师姐 我是不聪明 但我真的不是坏人 我真没想害师姐 更没想让师姐丢了工作 师姐你这么聪明善良 会原谅我的吧 他越说 声音越小 语调里带着浓浓的哭腔 刘琪发了的白眼 都是千年的狐狸 玩什么了斋啊 大家都是女人 就别茶里茶气的了 卖弄茶艺没用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小师妹打个哭嗝 我推着刘琪的轮椅往外走 擦肩时 对小师妹说了句 没想害我 那我被网爆 被男同事逼迫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出真相呢 啊是坐近 就别立排方了 我冷冷撂下这句话 方子晴 你未免太刻薄了 潘浩看不过去 既是替小师妹说话 也是被刘琪的视频打了脸 想为自己挽尊 刻薄 我笑着摇摇头 他们欺负人的时候 一正言辞 我被欺负后 反击就是刻薄逮捕 这个逻辑真是荒唐 比不得你们陷害同事的刻薄 说完 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 小师妹的风评急转直下 这个圈子就这么大 心肺复苏的位置都找不准 医院的保安都会做心肺复苏 他不会 真离谱 别提了 前几天他非要跟我去社区做医诊 人家就是普通感冒 他诊出来的脑瘤 受他连累 我跟着他一起被骂成是庸医 舆论出自我们科室 按理说我该管管 可那天过后 主任彻底堵死了我的生殖道路 就连日常工作 也不断地把我边缘化 我自然懒得管他 而是忙着私底下偷偷学习 第二年考上卫生局的公务员 入职就是科长 日子很快到了正审那天 我泡好了茶 正在招待正审的工作人员 咚咚咚 我家的门突然被疯狂敲响 秦雅焦滴滴的声音响起在门外 师姐 是我 你开下门 今天有个患者家属包了十万块钱 送到你办公室 说是和你沟通好了 我碰巧路过 就帮你送到家里来了 说完他继续拍门 生怕屋里的人听不到一样 真羡慕师姐 这么受患者欢迎 红包不断 不像我 患者送块糖我都不敢收 因为秦雅的话 正审人员看我的眼神 都变得犀利了 说红包对正审的影响有多大 秦雅不会不知道 但我只能走过去 拉开门 一巴掌狠狠甩在他脸上 胡言乱语 你说 谁送的红包 什么时候送的 又为什么刚好被你碰到 你不觉得荒谬吗 他列弃了下 耿着脖子 师姐 我没骗你 就是刘琪的爸爸今天上午送的 感谢这一年来的几个疗程里 你对他女儿的照顾 嗯 我是好心帮你拿过来 刘琪的爸爸 我没忍住 冷笑出了声 正审人员从我家客厅里走了出来 秦雅脸上还有着红肿的巴掌印 一别嘴 哭了 呜呜对不起啊师姐 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外人在 整个科室都知道我请假回家进行正审 你说你不知道 你自己信不信 我双手抱胸 目光淡淡的看着他 你刚刚说是刘琪爸爸送给我的红包 并且 我还答应了 他眼里快速闪过一抹怨毒 楚楚可怜道 他的脸色变了 电视屏幕上 是新闻频道的直播画面 新闻内容 C市卫生局局长刘大海 在M市调研学习 我目光锐利地盯着秦雅 刘大海 也就是刘琪的父亲 他最近一周根本不在本市 请问 他今天是怎么给我送的红包 分身术吗 几个正审人员相视一眼 看秦雅的表情像是在看傻子 秦雅低着头 一副倔强又可怜的表情 我客气地送走正审人员 邪秘她一眼 下次害人之前 多读点书吧 说完 我就关上门 隔着门镜 我看到潘浩走了出来 秦雅委屈地直哭 他凭什么这么说我 凭什么呀 我只是反应慢了点 他怎么可以侮辱我 潘浩搂住了他的腰 把他抱进怀里 没事 这招不成 我还有后招 方子晴不会有好下场的 放心吧 我冷笑一声 就知道这件事 背后有潘浩的参议 说不定还有违衣行的参行 否则潘浩和秦雅 不知道我家的地址 也想不到在我正审时 搞事情这么阴毒的招数 我陷入了沉思 他们下一步 又要做什么呢 很快 就到了我去卫生局报到的日子 秦雅他们迟迟没有动作 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大 暴风雨来临前 海平面上总是格外平静 这晚 我正在医院办公室里 打包收拾东西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踹开了 我看着潘浩大摇大摆 走进我办公室 皱了皱眉 你不会敲门 谁让你穿我办公室的 潘浩阴沉着脸 拿出一张处方单据 方子晴 院里丢了十几瓶马飞 而上一次给病人开马飞 接触这个药的只有你 马飞是在你开过保险柜以后 才丢失的 主任让你现在去找 找不回来 你自己跟警察解释 我握紧了拳头 只觉得眼前发黑 马飞在医院里叫药品 出了医院叫毒品 这东西活要见瓶 死要见渣 十几瓶 已经够判死刑了 这是潘浩他们的阴谋吗 不 不可能 他们拿不到马飞的 愣着干什么 你自己捅的娄子 别是敢做不敢当吧 潘浩双手暴毙 盯着我的眼神里 全是幸灾乐祸 你不是得意吗 不是骂秦雅师妹蠢吗 方子晴 这就是你的报应 弄丢了十几瓶马飞 别说当公务员了 你等着被抓进监狱吧 啪 我仰手杀了他一耳光 闭上你的嘴 潘浩 你收了患者上百万红包 用来给秦雅买首饰珠宝 我都看在眼里 你确定现在要跟我鱼色网拓吗 他脸色变了 眼底已有不干 可是想到秦雅 他只能忍下来 语气敷衍的向我道歉 对不起 是我说错了 我们先去找找丢失的马飞吧 事情分轻重缓急 我也没打算跟他计较 点点头 现在就走吧 不止我们 全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在找 我跟着潘浩出了医院 在附近寻找 走到监控盲区 潘浩突然把我拉进一个偏僻的死胡同 他用力反捡住我的双手 我猛地回头看他 潘浩 你什么意思 潘浩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支针管 正是丢失的药品 很惊讶吧 方子晴 马飞 其实没丢 不好意思了 你这段时间对秦雅师妹欺凌羞辱 肆意打骂 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我要替秦雅好好教训你 说着 他把针尖抵在我的手臂上 要给我注射 你说 你要是染上了这个 还能去卫生局工作吗 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汗毛直立 这招太阴毒了 一旦染上 无论是不是自愿 我这辈子都无法在医疗系统立足了 冷静 现在没有人能救我 我必须冷静下来 才能自救 潘浩轻笑出了声 像是在欣赏着我垂死挣扎 你是在想怎么自救吗 别白费力气了 落到我手里 你会染毒 就算逃出去 弄丢十几瓶马飞 你也得坐牢 方子晴 你自己选一个吧 可惜了 我一个都不会选 害人中害己 害我的人才要付出代价 而且是生命的代价 眼看着他的针尖就要扎向我 我突然勾唇 警察同志 你们终于来了 快救我 这句话 让潘浩愣在了原地 下一秒 我猛地抬脚 狠狠踢向他两条腿之间 啊 他疼得目自剧烈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松开了束缚着我的手 我反客为主 抓着他的手腕 一个过肩摔 把他摔趴在地上 滑行出去十几米远 你 你怎么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支撑着想爬起来 挣扎了两下 又趴了回去 疼得浑身抽搐 我捡起地上的针管 走到他面前 踩在他的脸上 低头 都说了 害人之前多做点功课 但凡你调查一下就该知道 上次的事情之后 我一直在学伞打 潘浩脸色苍白 讽刺的笑了笑 你觉得宁啊 我们出来的这段时间 你那个好闺蜜刘琪 误以为你弄丢了马飞 为了帮你脱罪 已经托人去买了 方子琴啊 你知道买几百颗的马飞 要判多少年吗 我告诉你 能判死刑 刘琪不是喜欢帮你对付琴雅吗 哈哈 伤害琴雅的人都要死 他死定了 我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我不怕潘浩他们对付我 但是刘琪 他才19岁 他还是个有着大好虔诚的孩子 刘琪的父亲 在卫生系统工作 他是真有可能 买得到一些违禁药 我立刻给刘琪打电话 打不通 再打过去 居然是警察接听的 潘浩在我的脚下挣扎着 他已经在警局了吧 听起来 他应该被逮捕了 你做什么都不能挽回了 方子清 我看向潘浩 发现他眼里毫无拘异 反而带着一种 同归于尽的疯狂与兴奋 是为之急者死 或许在他眼里 能为女神复仇 能为女神而死 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我毫不犹豫地打碎他的信仰 你是不是拿琴雅当女神 觉得为他报仇 死了也值得 潘浩没说话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像是有些紧张 我从手机里找出一段视频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白月光 你的女朋友 一直和唯一行纠缠不清 你每次职业班 他们都在酒店 此刻 那些视频资料 清晰地呈现在潘浩眼前 短短几分钟 他从不信到深信不疑 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不 不可能 这视频是合成的 你在骗我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 那你看看这个 他大学时两次做人流的手术单据 有主任的亲笔签名 你该不会觉得 主任也在帮我骗你吧 主任是潘浩的导师 自己导师的签名 潘浩绝不会认错 他发出绝望的嘶吼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因为你能被他拿来当枪使 我把最残酷的真相摆在他面前 潘浩 是你自己蠢 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你自作自受 方子晴 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 不要报警 我后悔了 我会全心全意当你对付秦雅 他惊恐地看着我打110报警的动作 伸手去抽我的袖口 我毫不客气地甩开他 晚了 你们害刘浩和我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后悔 你这是罪有应得 你活该 我把潘浩送上了警车 自己也跟得去了警局 我申请了见刘琪 内心仍然存着一丝侥幸 说不定 刘琪没买到真的马飞 买到的只是假药 我心里一抽一抽的头 很快 刘琪戴着手铐 被两个女警带到我面前 原本意气风发的女孩 此刻头发微乱 脸色苍白 精神尾米不振 眼皮搭拉着 子晴姐 去年她手术后 我们经常在一块吃饭 看电影 喝咖啡 我早已把她当作 自己的妹妹看待 你没事就好了 是我一时冲动 拖累你了 我忍了一路的累 因为她这一句话 突然泪崩 她却笑了 伸手替我擦拭眼角的泪水 子晴姐 别难过 我这条命是你就回来的 我从小到大 被癌症折磨了几年 已经活够了 这次没有帮到你 还差点给你捅娄子 对不起啊 我犯罪了 该我承担的责任 我都受着 这是应该的 以后你要好好的 我可能走不出去这里了 会见的时间很短 只有十分钟 刘奇被两女警带走前 最后对我说了句 子晴姐 很高兴认识你这样 优秀的医生 我一个人呆呆地 坐在警局门口的台阶上 一言不发地抱着膝盖 眼泪被风吹 干在了脸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缓缓站起身 抖了抖酸麻的腿 我要让秦雅付出代价 我来到了秦雅家楼下 感觉到身后有人无声靠近 我垂着眼睛 没躲 一只手从身后捂住我的口鼻 刺鼻的气味钻入鼻息 我很快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 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手脚都被绑附住 动弹不得 醒啊 很熟悉的声音 很熟悉的人 我抬头 看着主任站在我面前 给我一个理由 什么 为什么要帮着秦雅 甚至不吸制我于死地 我不明白 我不是奢求主任对我好 但我不能理解 这个向来赏罚分明的领导 为了秦雅 变得黑白不分 主任点了根烟 没说话 我神色平淡 像是并不意外 自己被绑架 您什么都知道 秦雅在我手术室串门 包括她干扰我正事 您都知道 主任 您是我很敬重的领导和前辈 您为什么要这么偏帮秦雅 主任怒不作声地 抽了大半根烟 才终于给我了一个答案 对不起 紫青 秦雅 她是我的女儿 她不是婚生女 从小到大就遭人白眼 她过得太苦了 我瞳孔微缩 来的路上 我甚至想过秦雅被主任前规则了 但唯独没想过会是妇女关系 当初 我为了自己的仕途 抛弃了她母亲 选择了联姻 可是看着自己的亲骨肉过得不如意 我很痛苦 也很愧疚 紫青 你很出色 你能凭借自己的本事得到一切 但她不能 她只有我这个父亲了 她想要的 我都会给她 而她憎恶的 我也都会替她除去 包括你 所以 就因为我挡了秦雅的路 碍了她的眼 我就要遭遇这些算计和陷害 秦雅过得苦 我难道就不苦吗 从一个实习医生 到资深医生 再到离夫主任医师 只有一步之遥 我煎熬了几年 秦雅掉几滴眼泪 主任就扼杀了我的生殖之路 我咬紧了牙 强压着胸腔里的怒火 所以 马飞的事 怒火凶手是你 想要从保险柜里拿出马飞 再带出医院 唯一行和潘浩 没这个本事 但主任能做到 她也会为了秦雅铤而走险 主任常常的叹了口气 是我做的 紫青 别怪我 我只是想为自己的女儿做点什么 但我还是不明白 我已经考工上岸 马上就要离开医院了 不会再有人和她 强副主任医师的位置 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大概是廖病我快死了 主任对我有问必答 因为 过几年我会退休 她的医术 根本不足以做 文副主任医师的位置 我让她去考了公务员 刚巧 和你是同一个岗位 我动了关系 让她面试拿了第一名 可总成绩 却还是被你这个鄙视第一名压着 那个岗位只招一个人 没有你 她才能有机会 偷到马飞 多好的罪名 是不是 我仰头看着主任 没忍住 突然笑了 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父女一脉 蛇鼠一窝 你说什么 主任皱紧了眉头 我直接戳她心窝子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嘴上说着愧对她 可她成为私生女 是你害的 是你为了前途使乱中弃 她嘴上说着自己无辜 自己乐于助人 可揣手术是门的是她 被一破坏 我正审的也是她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你们父女害人害己 把自己逼上绝路 活该 她像是被我戳中了心事 脸色越来越难看 愤怒的五官都扭曲了 你给我闭嘴 方子晴 你去死吧 她失控的伸手掐住我的脖子 缓缓失利 我因为缺氧而脸颊胀红 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你 你真以为 我会蠢到一个人来这里吗 砰 一声巨响 房门被一脚踢开 别动 把手举起来 几个警察一拥而上 控制住主任 给她戴上手铐 有个女警解开了我身上的绳子 把我从地上搀扶起来 谢谢 我嗓音沙哑 从耳朵里取出一枚微信耳机 递给女警 早在来这里之前 我就已经和警察提前沟通好 做了完全的准备 身上甚至还穿了一层防弹背心 我看着被押上警车的主任 笑了 主任 忘了告诉你 你的女儿和维一航在酒店房间被捕 原因是稀实 不可能 我耸了耸肩 语气里充满了挑衅 信不信有你 人赃病祸了 医院丢失的十几瓶码飞 就在他们房间里 主任气急败坏 指着我的手指都在颤抖 你明知道他们没有 抱歉啊 主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你们先污蔑我的 我还知道 你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就挺巧的 我们到警局门口时 另一辆警车刚好停下 维一航和秦雅戴着手铐 被警察从车上压了下来 看到主任 秦雅眼里又燃起了希望 爸 救我 你救救我呀 不要 我不要坐牢 我不能坐牢啊 主任挣扎着 却正不托两个警察的前置 我的女儿 小雅 我冷眼旁观 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心软 一想到刘琪 我恨不得亲自送这几个人上路 偷到马飞 私自带出医院 绑架 甚至是强行给别人注射药物 恕罪并罚 听警察说 他们几个最亲也是无期徒刑 但我却高兴不起来 坐在平时刘琪最喜欢的一家餐馆里 一个人发呆 直到一个陌生的女生 响起在我耳边 请问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对不起 这里已经有人 我的话戛然而止 熟悉的声音 让我猛的意识到什么 一抬头 我看到刘琪笑眯眯的站在我面前 你怎么 刘琪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与琪颇为无奈 子琪姐 好歹我是也是卫生局局长的女儿 我不至于被别人三言两语一挑唆 就真跑去买违禁品吧 我察觉到了不对劲 又怕打草惊蛇 只能将计就计 陪他们演一出戏 我愣我五六秒钟 才回过神来 那你买的是 刘琪摟着我的肩膀 像个树带熊一样挂在我身上 就是一种化学实际 合法的 外观看起来有些相似而已 子琪姐 我没犯罪